本土女星惊传身患重病没完只能做注睡。没想到今年才47岁的她,竟然遗患了。 本土剧女星梁又男是台湾非常出色的女演员,今年47岁的她靠注焦好的面貌被誉媒体为美魔女,而近日她在本土剧嫁妆,风水世家的演出也获得许多粉丝的肯定。 不过,虽然梁又男的演出总是让粉丝看得目不转睛,但近日她在赶拍民視本土剧《春花望路》和剧中的哥哥倪奇敏拉扯时,却突然传出定号。没想到今年才47岁的她,竟然。 原来身材高挑的梁又男常年保守追退化性病变之苦,连带都害整个尖性,上背的肌肉随时都处于紧绷的状态。 据说身体不适的她这半年多来,状况恶化得很严重,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好好睡一觉了。 梁又男表示现在最大的梦想就是好好的睡一觉。 因为这半年多来,我每天都只能坐住睡,每次最多睡个30、40分钟,就算吃安眠药也只能睡两、三个小时就醒了。 她曾换过好几个枕头,从软的、硬的、机能的、到最贵的,但是统统都没用。 另外梁又男也大叹自己看遍全台的中西医,虽然按摩、针灸能够稍减疼痛,但依旧指标不治本。 目前还是只能靠药物减缓不适感,并在日常生活中带着护颈圈分担颈椎压力。 静业的梁又男表示只有在拍戏的时候才会拿掉,不过演出时难免会有大动作,因此自己也只能更加小心了。 患上这种毛病还真的是很痛苦矮,希望静业的梁又男能早日康复。